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我们讲了散点图的画法 这节课我们来介绍一下折线图的画法 折线图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用直线段将各个数据连接起来的图形 折线图最常用的地方就是用来观察数据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 比如说像股票价格像温度啊这些等等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摆对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折线图的图片 比如说像这个图片 它的横坐标是时间 它的纵坐标是产品的销量 就是表示了这个产品的销量随着时间的变化的变化趋势 这个就是折线图的最大作用 当然也不排除有时候x坐标也不一定非得是时间 但是情况比较少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在python里面是如何画折线图的 我们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画一个函数图 也就是二次曲线图 老规矩 先导入newpy 然后导入metplot 然后我们先生成x 大家这里注意一下 这个nice base呢是newpy的一个函数 它是生成一组等区间的数值 在这里呢就是从-10开始到10 然后把它平均分成100分 然后y等于x的平方 到这里我们x和y就生成出来了 折线图它的语法应该是最简单的 因为plot它的默认画出来的就是一个折线图 所以我们直接调用plot就可以了 我们运行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一个函数的折线图 但是这里的折线看起来并不明显 比较光滑 因为我是取了100分 所以说看不太出来它的折线的效果 然后我们这里把它的数字取小一点 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到它折线的效果 把它取成五等份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折线图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复杂一点的例子 画出一个股票的时间序列图 我们还是以上阵宗旨为例 这个还是我们上一次用过的数据 这次不一样的是我们需要用到日期数据作为x轴的输入 然后我们仍然是导入开盘架跟收盘架 现在我们开始写代码 因为日期在matplot nib里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文件里面的日期数据转化成matplot nib能够识别的数据 这里需要用到matplot nib里面的mdates 我们先导入 我们先导入 现在我们导入数据 我们先导入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导入函数跟前面的差不多 除了有一个地方 这里的converters 它将第一凝列的日期转化成了我们所需要的date数据 这里呢 我们其实是用的date里面的str 用的这个函数来进行的数据转化 这里呢 有一个字符串 它是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它是代表了我们整个日期的一个形式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件 这里面是月 这里面是日 然后这里是年 然后中间是用斜杠分开的 所以说这里它对应的就是日期的一个形式 m就是月 然后d就是date 然后y就是year 因为不同的数据文件里面 它的日期形式可能不一样 所以说你需要针对不同的日期形式 写对应的格式化字符串 比如说有时候它这里可能会是横杠 或者说沿在前面等等 然后我们现在画出图形 我们先画date和open的一个折线图 运行一下 这种我们会发现 它的x轴其实并不是一个日期形式的数据 这样的话其实并不符合我们的初衷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通过这个转换函数 把这个date转换成med plotNib能识别的数字 其实本质上是把date转换成了一个浮点数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date 我们可以看到date它其实是一堆浮点数 这种用浮点数来表示时间的方式 其实是计算机里面一种非常常用的方式 它的具体细节呢 在这里不细讲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下去研究 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想把x轴显示成时间的话 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呢 在这里呢 med plotNib它提供了另一个函数 plusdate函数 就是专门绘制 有一个坐标轴是时间的图形 然后程序就能够自动识别date 并把它转换成相应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就是我们用plotdate画出的图形 大家可以看到x轴已经自动转换成了所需要的时间的形式 但是其实这里又有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发现它不再是折线图的 而是一堆点图 这个地方很奇怪啊 它在med plotNib里面呢 它把plusdate的默认变成了一个 画成了一个点图 而不是一个折线图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把它变成线图 我们只需要在参数里面 加上它的线形 在这个里面 它是用一个减号来代表线段 我们再运行一下 现在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完好的折线图了 除了线形 也还有其他很多可以调节的参数 比如说像颜色啊 点的形状啊 等等 跟前面差不太多 然后这里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主要的其实是三种参数 一个是线形 然后还有颜色 然后还点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到线变成了红色的 然后它是时间段 然后点是圆形的 我们来更改一下 把它换成虚线 颜色换成绿色 点换成三角符号 运行一下 好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线变成了虚线 然后点是三角符号 然后整个是绿色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同一个图形上画两条折线图 我们把close增加上去 可以看到这个图形上就有两条折线图 今天的课程呢 比较简单 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掌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作业 第一个作业呢 是画出x值为0到10的一个正旋函数图像 然后正旋函数呢 需要你自己去网上查找 然后第二个作业呢 是画出上证指数的open high no close 四个数据的折线图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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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